请问新冠病毒是如何不断进化成很强的变种病毒 从起初的Alpha到现在的Delta病毒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它进化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的病毒都是从蝙蝠传染给人类的 那是不是把蝙蝠灭了就不会有这些病毒了呢 你的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一些病毒它会不断不断的继续去变化的 你可以说一下的话呢 我们认为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这些变化我们已经阻止不了了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 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全世界的人全部都打过疫苗 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一个集体的一个免疫 基本上科学家已经放弃了 那么呢 这个病毒呢 当它呢 比个例子来说 从我 假设说我有一个病毒在我身体里面 我传染了给了第二个人 那这个病毒是不是会在第二个人身上再去繁殖 再去复制嘛 所以的话呢 你们可以想象它就像什么一样呢 就像你在copy一个一张纸 里面有一些信息 你在copy机器 你每一次copy 然后再copy 再copy 是不是会越来越模糊呢 同样的一个道理的 OK 这个病毒从我的身上 然后再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 它不断的在copy 它不断的在复制的当中 它就会复制错误 就会出现了 这个错误呢 如果说呢 我们 历史上面曾经看过 OK 就是说病毒把自己复制死了 意思就是说呢 它复制复制 然后变异了以后呢 把自己变得怎么样呢 感染率下降了 把自己变得呢 它没有那么毒了 OK 但是呢 我告诉你 我觉得呢 好像我们全世界最近的运气 没有那么好 OK 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所看到呢 是这个病毒呢 是怎么样呢 copy copy变得怎么样呢 传染率比较高了 而且呢 像Delta 它的传染率就特别高了 OK 然后再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怎么样呢 它开始变啊变啊变 变得怎么样呢 对一些疫苗的效果就降低了 意思就是说呢 它有一点能够抵抗 我的抵抗能力了 你给它再改变了一点点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病毒只要 它还是不断的 有人被感染 然后它不断的在复制 它复制的一个数量 只要够多的话 绝对都会有变异的 不可能没有变异的 这也是为什么原因 我们科学家们 大家就在呼吁的说呢 全世界必须要 有打过疫苗 因为为什么 就算我们一个国家 全部的人打过了 但是呢 问题在于 你要怎么样 全部围起来 不准人家进出了 只要有一个国家 他们还是在不断的 传染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就有可能 还会流失到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的这个年代 我们有了一个东西叫做飞机啊 不像以前说坐船要到哪里 要几个月的时间啊 传染力就会比较少一点点 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它会不断的会去变异的 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呢 问的蛮好的 很多的病毒都是从那个蝙蝠出来的 那我们把蝙蝠灭掉 不是就得了吗 对不对啊 就像比个例子来说呢 有很多的病毒啦 OK 为什么原因我先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原因呢 很多的病毒都是从蝙蝠里面出来的 而为什么科学家们 我们不断的在跟踪 有一个机构是不断的在跟踪 所有的蝙蝠里面的一个病毒呢 因为为什么呢 蝙蝠非常的独特 蝙蝠呢 它不像我们人类 蝙蝠它有了病毒的感染了以后呢 它可以跟病毒共存 它不会发炎 这个病毒毁不了它 它也不会去毁掉这个病毒 而他们刚好维持一个平衡 叫做共存 所以呢蝙蝠的身体里面呢 他们可以存很多很多的病毒 它就像一个宿主一样的 然后呢 它就跟着这些病毒来共存了 这样子不说 OK 蝙蝠来说的话呢 它的寿命有一些还特长的 怎么样长呢 它的寿命呢 可以达到三十年 OK 所以的话呢 这些病毒就在它的身体 可以达到那么久的一个时间 然后呢 现在呢 地球的一个软化 你可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人类不断的去侵入 这一些比克利子来说呢 不断的侵入森林里面 所以本来呢 这一些病毒呢 应该呢 跟我人类是没有接触的 那现在呢 接触一多了以后呢 这一些病毒慢慢慢慢 它复制复制 有一天 它就会复制到 它能够感染上我的人类了 那我就拿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来说 好了 Nipal virus OK 这一个病毒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它本来是来自于 水果蝙蝠 fruit bags OK 那么呢 它就比克利子来说 像榴莲啦 榴莲这种啦 OK 所以蝙蝠里面呢 它有这个病毒 然后我们现在呢 在那个森林旁边里面呢 开始养猪 OK 然后呢 这个榴莲掉下来了 掉下来了 猪吃了这个榴莲 然后这个榴莲里面 不是刚才蝙蝠吃了它吗 然后这个猪就吃了它了以后呢 它就有这个蝙蝠里面的 这些病毒了 然后呢 这个病毒就在这个猪里面 又在变异 然后变为在猪 然后再来传染给我人类 就这样子来了 然后我们就会感染上了 然后你说的一个字很好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蝙蝠给灭掉 不是问题就解决了吗 想的美 OK 不可能的 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呢 蝙蝠的话 你把它灭掉了以后呢 你没有榴莲可以吃了 OK 你要知道 蝙蝠它负责了很多的兽粉 OK 就比个例子来说 你喜欢吃的榴莲啊 靠蝙蝠啊 来授粉的啊 然后我们的森林啦 那一些树啦 有很多的 这些树啦 什么东西也都是靠蝙蝠来授粉的 我把蝙蝠全部灭掉了 以后我没有森林了 OK 然后再来很多的一些蚊虫 我们也是靠蝙蝠吃它的 OK 所以的话呢 你不可能 我们人类 不可能去把蝙蝠给灭掉的 但是呢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 就是说不要破坏森林 OK 尽量要维持我们生灵 原生态 人类不要跟蝙蝠有过多的一个接触 OK 好